美中关系现在剑拔弩张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火力全开 他针对中国问题发表了强硬的演说 强调中国是个不守法的国家 说的话也不能信 更点明习近平是极端思想的忠实信徒 自由世界不能再用旧思维来跟中国打交道 蓬佩奥还胜在台湾 即使被边缘化仍然致力于民主发展 不过美中在台面上打得火热 有一架载有美国外交官的包机 22号却密飞上海 两国在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还需要时间才能看得清 被疫情搞得民调直直落 美国川普政府连番炮打中国共产党 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毫无避讳 23号在记者会上 连株炮狠批中国长达20多分钟 蓬佩奥强调自由世界得支持中国人民 诱发中国的内部改变 不然就等着被共产党改变 同时蓬佩奥也大赞台湾 以民主立抗中国打压 蓬佩奥更表示 美国国防部将加强在南海跟台海的军事行动 避免中共帝国扩张 美中在多处开辟对立战场 FBI就逮捕了三名在入境美国时 隐瞒解放军身份的中国人 剩下一人唐娟仍疑似躲在中国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不过敏感时刻 一架载有美国外交官的国务院包机 22号密飞上海 美中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还需要时间才能看得清 美国新冠疫情急速升温 确诊数突破了400万大关 根据CNN报道 美国从300万到达400万病例 确诊只花了15天 相当于是每一分钟就有46人确诊 这疫情延烧还威胁到了白宫 白宫行政大楼里一名餐厅员工确诊 眼看着疫情杀不住 美国总统川普也开始理性防疫 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宣布 基于安全考量 要取消佛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改采线上举行 权力拼演任的美国总统川普 似乎终于要认真防疫 宣布取消8月在佛州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原定在北卡罗莱纳州 夏洛特市举行 活动都不强制戴口罩 但州长坚持遵守防疫 川普因此改在佛州 捷克森维尔市举行 但佛州疫情飙升 迫使川普取消大会 改采线上举行 不过说要保护人民的川普 依然要求学校秋季重开 川普坚持不复学会影响 海童心理健康 但态度也放软 表示疫情反复的地区 可以延后开雪时间 决定权再次跑给各州州长 同时间美国疫情早已杀不住 美国确诊数突破400万大关 根据图表 美国到达100万例花了99天 但从300万到400万只花了15天 相当于每分钟有46人确诊 白宫也经传再次沦陷 白宫建筑群之一的 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 传出餐厅有人工确诊 大楼紧邻白宫 不过白宫官员表示 白宫内的人工都有戴口罩跟手套 因此不需要居家隔离 零一起编译 美国职棒大联盟MLB 终于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开打 也成为史上最晚开打的大联盟赛季 MLB原定3月26号开打 但因为新冠疫情而延后了4个月 美队将只打60场例行赛 而且不开放观众进场 由于疫情仍然相当严峻 大联盟也定出新的规则 严防群聚跟病毒的传播 开赛前有些球员选择不出赛 还有些球员确诊 今年的MLB可说是情势严峻 白宫防疫大将佛契投出一个大爆头 球完全没进本类版 比起台湾南韩和日本职棒 美国职棒今年赛季 整整迟了4个月才开赛 开幕战由去年世界大赛冠军 国民队跟杨基交手 中场杨基以4比1击败国民 配合防疫 MLB定出一些新规则 观众席空荡荡 有些球队提供服务 让球迷上传照片 做成人形看板 放在球场内 有的售价近万元台币 成了球团的另类商机 川普和杨基名人堂 终结者李维拉一组 还有小球员们 一起在白宫外草皮上练船接球 似乎向外界宣告 民众的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 川普预告 他将于8月15号 在杨基主场对决红袜时开球 直棒直篮陆续开打 但多数民众最关心的 恐怕还是疫情核实降温 刘雍伟编译 澳洲航空最后一架 波音747客机 22号直飞最后一个商业航班 由雪梨飞往美国洛杉矶 起飞之后在澳洲东南外海 划出了澳航国宝动物 袋鼠的飞航轨机 向澳洲来道别 澳洲航空受到疫情影响 上个月宣布裁员6000人 因严重紧缩的业务量 维持生存 于是这架波音747 被迫提早6个月除以 在完成最后一个航班之后 将从洛杉矶飞往南加州的 飞机坟场来存放 正式告别天空 地图上飞机密密麻麻 执行飞航任务 但这架怎么走的路线 很不一样 仔细一看是一只袋鼠的形状 澳航最后这架波音747 原定年底退役 但受疫情影响被迫提早退休 他的最后一次任务 让他从雪梨起飞后 先在澳洲东南外海 划出澳航象征的袋鼠航机 向澳洲道别 然后再飞向洛杉矶 重现澳航经典飞行路线 最后飞到美国 莫哈维沙漠存放 正式告别天空 对许多澳洲人来说 这架空中巨无霸 承载不少人的旅游回忆 最后一次飞行 以最具澳洲位的方式 向澳洲道别 起飞前在雪梨机场 接受盛大的欢送仪式 航班有澳航第一位女机师驾驶 数百名航空迷和员工 共享盛举 众人在机身上写下祝福 机场出动了洒水车行水门礼 最后向波音747致意 半世纪以来 波音747在航空夜 占有一席之地 也是澳航的主力 曾再运过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和1984年后 所有的澳洲奥运代表队 无奈受到肺炎 疫情影响 澳航上个月宣布 裁员6000人面临营运窘境 如今波音747 提早走入历史 空中的袋鼠航机 也勾起乘客 种种回忆 综合报道 美国明尼苏达州 一座鳄鱼池 日前上演了一场 鳄鱼池惊魂祭 有一名女子 因为不小心 把包包掉进了鳄鱼池里 结果竟然翻越栏杆 带着儿子进去捡 围观的群众 把金钱的过程 全拍了下来 引发网友热议 不过离谱的是 动物园却是指导 影片疯传才知道这件事 当地执法单位 也说将进行调查 小男孩惊声尖叫 仔细一看 数十只鳄鱼 就在他旁边的池塘里 虎视眈眈 他的妈妈更不要命 拿着杆子狠说鳄鱼 围观群众 在栏杆外目睹全程 替这对母子提心吊胆 小男孩在里面 更是步步惊心 母子俩踏进鳄鱼园区 原来是因为 妈妈的皮包掉进鳄鱼池 一想天开翻过栏杆 带着儿子一起进去 一心想抢救钱包 只见她到池塘另一头 不断丢石头 声东即西 把鳄鱼群打扰得 纷纷探出头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捡到钱包 女子霸气大手一挥 带着儿子扬长而去 围观群众将影片上传 社群网站 引发疯传 动物园长才后知后觉 得知这件事 事情惊险落幕 索性最后没有人受伤 原方表示 不会采取法律行动 但女子的危险行径 威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当地执法单位 正在进行调查 周一君编译 新冠疫情 全球有很多人宅在家 户外活动大为减少 专家就观测到 发现这段时间 各地的空屋下降 地球变干净了 疫情期间 很多城市的交通运输 几乎停摆 工厂生产也暂停 连带着时的噪音也下降 地球突然间变安静 科学家表示 因为疫情 大地万物 借此修养生息 人物也可以好好反思一下 未来如何更友善地对待地球 纽约时报广场迎新年 万头钻栋 人声鼎沸 分贝数瞬间飙高 三月份旧金山 街头冷冷清清 新冠疫情 让大家不敢出门 比利时地震雪茄 在首都布鲁塞尔 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 三月中旬 布鲁塞尔实施停班停课 以及外出管制后 周围的噪音下降了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今年初疫情 由中国大陆传到欧洲 专家测量发现 欧洲民众在三到五月间 所制造的震动和噪音 平均来看减少了五成 一场疫情不但让地球变干净 也变得比较安静 脑人的空污跟噪音 暂时消失 后疫情时代 人类是希望回到过去的常态 还是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大家都必须好好省思 刘勇伟编译